你好,政治揭露 出交日是9月19日 这两天,我想主要讲的政治事件都是 讲一下何韵思 和黄之锋,去到美国国会里胡说 其实我的兴趣是不大的 因为无线新闻,最初直播很多 我觉得,你怎么胡说? 你说香港政府对香港人很没人权啊,打压得很惨啊 现在香港是被那些暴徒破坏 一般香港人是没有失去什么权利的 即是97前,英国佬没有给我们的东西 香港政府也没有给,但也没有扣减 这个就是我理解的事实了 即是我97,我72年出生 我是清楚看到97前后发生什么事的 当然啦,我辞出生 更加看得少 英国佬在70年代如何贪污腐化 为什么周边是鸡,为什么是毒品 泛滥的时代,我看得少一点,这是事实 即是他 林九七回归 他才把香港变好了 变完好 事实上 即是六七暴动都是英国佬搞出来的 他不压迫那些左派 人家怎么会想中国统一呢 六七年暴动是英国佬逼出来的嘛 他们压迫英国人 一直在这些殖民地呢 全世界都做得很坏格的啦 不是说有什么好课式 不过有时候呢 他们对那些殖民地呢 对那些大的殖民地 好像印度那样 不敢插手这么多 那你可以是这么说的 即是他的统治方法是否很好呢 不一定很好 很多时候都很残暴 六七年 很残暴 七十年代六十年代 很残暴 政治部 随时滴人 白色恐怖 什么都齐的啦 即是九七前都有政治部啦 很多人都会说 那些东西 黄之锋、何韵斯 根本就 没经历 跟着现在呢 去到美国政府那里说 怎样没人权 那当然 真是 很离谱的 其实我觉得香港现在就是太多人权了 应该有政治部拘捕一些 摆明推动港独的人 对不对 不过呢 又是 你事实上呢 现在香港体制僵化 什么都做不到的 这个体制是 英国佬大陆之间 那时候 那时候谈妥了 就很多东西都不能变得 起码就是很多 垃圾的乞议员啊 乱了聋 那这些东西 其实我觉得 基本 就是我拿回我的基本功出来 去炒冷饭而已 也无谓说太多 不过 我觉得何韵斯这些 黄之锋那些 去得好 美国这样胡说呢 那我其实是很不满的 我觉得太自由了 那些记者可以直接帮那些 帮那些暴徒一起 齐上齐落 很多时候见那些暴徒 冲到铜锣湾拆地铁站 那接着呢 警察呢 拉完闸 他们肯定爆开 那警察发回来的时候呢 那些暴徒走完的时候 只剩下记者 含着警察队 对峙 我会觉得这些呢 我的记者 根本是暴徒一部分 很清楚的了 连救人员也很有问题 但是 我真的不想炒冷饭 不过呢 美国那边的确实 国会开了会了 很多东西 都会说是什么人权 民主啊 那样 我觉得这些都是 你看到它是瞎眼说话的了 大陆又骂你 美国不应该干预 南美国一定干预香港的问题 那 就是呢 我现在去看 还有三个礼拜 是特别的时间来的 这三个礼拜 譬如说 五六日 现在我出街是19号 20至22号 估计都有些事情发生的了 一定是 尽量血腥的了 即是说呢 我希望呢 我曾经叫过大家 撕连龙场的 但是我开始有点犹疑 如果你是撕连龙场 麻烦你人手多些 快闲 其中呢 有一两个拿着一把长傘在身上 你不是攻击性武器 接着遇到打架 开傘 挡一挡走 尽量不要有这么多 尽量不要有这么长的矿 大家去 去对峙啊 或者是 打斗的时间 尽量避免啊 因为 我仍然鼓励大家去撕连龙场 或者唱歌歌 但是遇到打架 要走的 尽量 因为呢 这三个礼拜 二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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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七至二十九 跟着呢 十一整个星期去到七日 连续七日的 十月一日是星期二来的 这三段时间 都是尽量搞暴动的啦 这些暴动呢 都会有杀伤性的 我相信 为什么呢 因为他想制造一个画面 就是政府很残酷 或者呢 逼政府呢 要屠城啊 不要各样东西啊 制造另一家六四 一定要有人死 那样的 怎么说呢 因为其实你搞了这么久 都没有感激法 美国没理由去搞香港 就是没办法在国庆之前 搞到你中国呢 就是说你是暴政来的 就是说呢 他们可以说刚刚那个 星期六日啦 其实很多市民被他打伤的 那些 无线新闻就被盖了啦 无线新闻都 都 都不是说都衰得了 但是 有时候播一下蟑螂讲话 有没有很亢真 但是 都基本上我看到 何韵思啊 黄之锋呢 他初初出就被他播多些 但是六点五新闻都被盖了它了 这些可能比较我满意的报道手法 但是我想这三个礼拜 事实上真的很危险的 因为 你过了国庆呢 又没有了目标了 明白吗 国庆10月7号 黄金周之后 恢复回一个正常的状态 那你又黄背心就无纸景的黄背心 对不对 要炒的旗子应该都炒了 就是 陈德林也下台了 换了新人 因为你这段时候去搞 这个就是扑街的了 陈德林 你这么多次加息 你跟了百分一来 你减息呢 竟然美国一减 减第二次立刻跟 这个是扑街 因为他要炒起楼市 长期都是妖害香港的 香港很多坏人 曾荫权留下的 陈德林就是其中一个 贱总 就是他那些金管局的人 新的金管局的总裁 我觉得大陆应该是有点点处理的 无目掠 但是的而且我觉得最后这三个礼拜 是很再夸张画面 当然啦 我觉得 9月17日 那辆列车 出轨的问题 我自己很主观地认为 是有人做的 做了一些特别的事情 甚至说 你美国 你有什么方法 我真的猜不到 对不对 当然啦 这个是有 当然我怀疑 美国的特工 很高技术 我这么想 但当然啦 没人敢咬死 也说 喂 究竟那个大猎缝 整条鬼 有四处 有两次是猎文 两次是猎缝 整条爆开 他就说究竟那个果还是因 如果是因的话 肯定是特 是有些很特别的 特务做的了 就是 香港 这个铁路系统 其实 我自己说过的了 这个 红杠站的有事事件 都很奇怪的 一家澳洲公司 这些例子 明明是 明明是 明明是可以 你要改图职的 就浪费多几个月而已嘛 那你说有一个更加好的图职 那你要强硬跟着做 就不跟 不跟上面 港帖和其他管理层讲 直接不跟同职做事 为什么会这么奇怪的呢 做这样的行为 我觉得可能有人 恶意整香港 就是我怀疑 就是现在 如果 之前 你想想 如果你去过红杠站 你会发觉 应该所有东西都建好了 原本沙中线应该通 屯马线应该通 但是肯定有人 做些无谓的事情 接着就去爆料 田北辰还要去第一时间爆料 所以这些呢 是港奸来的 我们要记住 现在的问题是 当然我真的不敢咬死 所以我就不做节目了 那个裂缝 那个 红杠站 列车出轨那个 但是我觉得很值得可以 不过我没有什么确实证据 所以我不开节目了 总之现在呢 我觉得呢 最后这三个星期 大家一定要是比较 小心点 少点出街 香港萧条都没办法的了 就是你国庆 连烟花都没了 是吧 就是 他们说 他们说要搞何君尧的马 然后呢 马会都害怕到整场赛事取消 这样 我觉得这些东西我都没什么 没有什么 我真的很详细 心里有分析 另外我都是 但是 总之我觉得 最后这三个星期 我觉得暴徒搞完呢 是需要休息的 可能风暴暂时会停的 但是 如果再出蒙面法呢 就会再来 所以呢 这三个星期 美国那边 没有必会有些事情做的了 那大家真的要特别小心 这三个星期啦 另外呢 我其实也有一些事情 都要有点点 说不好意思的 关于中美争霸那边 因为呢 其实我 这节目的里面呢 有一节呢 是 讲到呢 讲到去台湾的东西呢 我发觉呢 我给的资料呢 很多都是 不清不楚的 譬如说中美争霸87C 就是讲郭台铭的问题 我把标题呢 昨天刚刚改了 我改了 说郭台铭是共谍 气选玩死 阿文哲 内容呢 基本上讲不到 这个标题这么精彩的 那 无论如何都好 台湾政治的东西呢 我那时候 一听到消息呢 是 立刻做节目啦 因为 87B是讲错了 唯有87C有一些补救的 我又不是想骗view的 但是我想補救87B说错了 谁知道87C呢 仍然是 因为 数据不够 自己对台湾政治的关心不多 但总之现在 总之台湾那边呢 我觉得大陆在做一些东西呢 就是 向美国去反击 但是不是在香港那边反击 在台湾那边 郭台铭呢 直接令到他自己在玩的过程里面 最后一刻 不选呢 令到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呢 柯文哲呢 都是 没得去选的 所以如果两个人都不选呢 可以说保证到呢 国民党呢 和民进党呢 是单对单决战的啦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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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点区 会全力去帮助那些在大陆居住的台商 尽量帮助他们去回台投票 到时候的局面 国民党不会再像民调那样打压 因为大陆想过多几年去发展一些科技 如果打仗基本上会乱 所以葛台铭是大陆的企业 可以确认 因为他在最后一刻不选 玩死了很多政治人物 尤其是黄金平和阿文哲 但这件事我在87C把握不是很好 标题就能把握了 事后改 造成没有事还没把握好 我的质素不够了 另外其实大陆 原来拿了所罗门群岛 对台湾对美国的打击很大 因为美国的军队 可能是跟澳洲之间的联系 中间隔着所罗门群岛 如果所罗门群岛跟了中国 而且建了海军基地的话 对美国在太平洋的军事势力 是很大的打击 这些都是看到大陆 是一步步去反击的 甚至说你... 伊朗对... 伊朗对... 对美国的压制 北纹基地 炸沙地 我讲了很多就是中美臣马 我觉得,大陆不是说没有作为的 在国际上,我地盘 但是在香港那里... 如果它乱动呢 香港真的可以说是大陆的软辣 大陆的属于 你动它 香港是随时... 它叫金融中心有很多问题爆出 所以美国一场在香港乱搞,大陆都是在想方法 喂,哪个时间好才会移动 9月不适合移动,那就不移动了 陈德林那混蛋临下台都硬要减息 就是,你...你...你...你真是减快加慢的 就是,很离谱 但是,我会觉得就是大陆都是要 要找一个适当的时间和机会,才在香港里面去反击 蒙面法,看看10月多会不会出 可能大家很不耐烦 为什么这么久都没有紧急法 但是,事实上,很多事情我们金融层面不懂 大家忍耐吧,在这方面 另外,其实都...也不知道讲什么 我都觉得,自己一直叫别人记住仇恨的时候 原来大陆一直说,要无望各尺 要记住日本人侵华 那些信息竟然和大陆是很混合的 不要说我是和共产党合同 而是... 大家想法是一样的 就是... 日本人没有认错呢 我就不可以忘记日本侵华 OK? 这个世界上... 很多人在恨恶 美国佬在恨恶 他...继续在恨恶的时候 是一个现在正在发生的时候 我们不可能说忘记仇恨 那些曱甴...那些暴徒... 对香港破坏 他们没有收手的时候 我怎么可以说什么和解呢 对话呢 先说这么多 是 是 是 感谢观看